路主导大位的工作人员 必须要经过三个月的试验期 考验你 这三个月干什么呢 打扫洞窟为啥 每一个洞窟都要打扫 干了三个月以后 长叔公所长就说 小林 你到我办公室来 我跟你分批过工作 他说现在咱们的摩高窟的 这个洞窟的面貌 你都看清楚了 笔画陀螺 塑像东道西歪 一片浪迹下降 洞窟没有夹过 说就要做这个笔画的修复工作 他直接他就说 这个工作你肯定不会 并且我们国家也没有会的 我当时我听我就猛了 我国家都没做的 说我怎么能干得了啊 我就这么想 最后长叔长他说 他说你看我现在不说你会不会 我现在就是征求你的意见 你愿意不愿意做这项工作 我说我可以试一试 心与不信 自由通过试 所以常先生一听我这个话以后 他很高兴 他说好啊 你就放开大大去试验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开始做试验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材料 多大的比例 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在实力下介绍 实力做完了以后 才同意到东湖里面去 正在这个事业的时候 咱们国家文化部就请 杰克修复专家到东方来了 本来是听他们修复 东方摩高窟的笔画 但是逃查了以后 决定这里生活太加苦了 他要有猪耳肉 我们住的都是麻眷改下的房子 他还要洗澡 他还要用点 我们这些条件都没有 所以他就不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 他也在我们 做的事业的洞窟里面 做了修复事业 我学了不少东西 我爸爸在工艺过程学了 所以常师傅先生就说 小李啊 我们有一个161库地画 七家特别压住 只要你一进去 空气一流动 七家笔画就像雪片一样 哗哗哗哗地就往下跳 就严重到这种程度 那个笔画你不修它也跳 你干脆到那个洞口里面去修去 四马当火马去 咱们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 谢谢大家